千语千询,小小的动画里面,蕴含着大大的世界,许多人都认为动画是小孩子才会看的东西,因为它幼稚,不现实,太过美好,太过梦幻,但是正是这加工一切的美好赋予了动画无与伦比的魅力与可能性, 它可以用一些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做不到的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人与世界的另一种美,这也是那些稚气未脱的成年人心中的最后一片净土,我们可以尝语在美好,平和的动画世界里,找寻我们过去的影子,也可以在这个神秘而又极具张力和无限可能的世界里探寻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是由著名漫画家宫崎俊创作的千语千询,想必对动画有所了解的人们都明白千语千询在动画电影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也一度曾被无处动画爱好者们推向神坛。 这是一个发生在奇妙世界中的故事,这是一个讲述爱与友情的故事。 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在这里用自己的纯真与善良收获了友谊,即便这个世界是无比的危险可怖,但是只要有它们的存在,这个世界便充满了爱与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它们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让我们来详细地分析一下影片中的几位人物,无脸男。 无脸男其实代表着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孤独,它渴望能够引起千询的注意,并且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予的千询。 她深爱着千询,但是这份爱情对于她来说却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她是每一个面对爱情束手无措的我们的卑微的缩影,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在现实中生活的孤独的我们。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无脸男终于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欲望,抱走了,但是所幸有千询的帮助,救下了她。 汤婆婆,汤婆婆可以说是电影中最大的反派了,相信也有不少观众对汤婆婆怪异的形象印象深刻,但是影片却将汤婆婆的形象塑造是十分的丰满,她不光有贪婪,恶毒的一面,也有着对待小宝宝时浓浓的爱意和关怀。 这使得汤婆婆具备了一个完整的人的特征,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白龙,其实白龙酷酷的造型和男女莫变的长相,从一出场便吸引了许多连同小编在内的观众们的关注。 在观众的眼中,白龙一直是以汤婆婆身边狗腿子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就如同所有人一般,她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为婆婆办事也并不是她的初衷。 她没能够如同千寻一般幸运,如果她能够和千寻一样有着那么多伙伴的帮助,想必也会走出一番不一样的道路吧。 在汤婆,在千寻最为迷茫的时候,白龙告诉千寻她未来的路应该怎样来完成。 这让我们不免回忆起了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与事物。 在我们的身边也总能够发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和际遇,与我们进行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但是眼门却总能够在我们最迷茫的时候为我们照亮前方的路,为我们指明未来的方向。 虽然有时候仅仅是一句微不足道的话,但是却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照亮了我们的人生。 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不不仅仅存在于故事本身,他们有着我们的影子,代表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们是形形色色的人汇聚而来的缩影。 这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找到自我,认识自我,我们都知道自己永远都成为不了千寻。 但是影片的意义也并不是让我们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影片之中找到自己,找到面对未来的力量。 千语千寻是一部值得观众们去反复咀嚼的影片,每一次观影的我们都能在影片之中找到不一样的触动, 我们每个人都在影片之中得到了成长,获得了感悟。 而千语千寻也用自己独具魅力的动画语言,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多彩斑斓的梦幻世界, 通过动画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现实世界的人生百态,或许这就是千语千寻最为独特的魅力吧, 又或者说,是动画电影的魅力。 小小的动画里面,蕴含着大大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